立法院郭国文与农良署副署长姚志旺等人一口吃下 芒果酸甜的滋味让他们大战好吃 都有节前后正好进入台南芒果盛产季节 不过受到气候异常缺水影响 今年台南芒果体积普遍偏小 选区正好是台南六大芒果产地的郭国文 特别化身推销员 积极媒合企业来认购芒果小果 过去的送你我们都喜欢送大果 拜托各位今年能不能帮忙送个中小果 送中小果基本上有它特殊的风味 也可以帮助农民 今天召开记者会最主要的用意就是来卖芒果 请各位来买芒果 因为已经进入这个盛产期了 虽然台南芒果体积变小 不过相对的果肉甜度与外形也比以往好很多 连病虫害都很少 农粮署与台南市兰化等农会强调 现在吃台南芒果正是时候 也肯定郭国文年年协助推广 对农民帮助很大 另外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说 以往可能常常会下雨会发生的这些探取冰 黑斑造成果形的这些外表 有一些黑斑也在阵营 今年反而降低了很多 几乎都很少很少看不到了 因为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的果形不仅漂亮 而且我们的甜度更加的甜美 整个芒果的产气从南边的屏东 刚刚产量没有多少到了台南这个地方在6月底到7月初 产量出来品质也是最佳 所以符合天使地利 那我们今天委员召集大家又是人和 郭国文的号召也获得投信投雇 受险及银行三大工会响应 其中受险工会询问才一天就已经认购超过600箱 已经有一些数量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 需要透露一下没关系 不多耶 600多箱而已 600多箱可以了 很有诚意 还有没有统计的嘛 控白蓝还很多 对于中国大陆宣布重新开放台东 凤梨四家进口 郭国文直言里面充满了政治操作 他表示像芒果就不需靠中国大陆 透过内外销及加工等做法 将品质优良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其实这种很纯然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种政治操作 但是我们不要靠别人 我们靠自己 我们芒果也不靠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我们都靠自己嘛 我们不外乎是内销 外销主要是日本跟韩国 还有就是靠加工 我们一直持续推动了农业三支建 所以呢农业呢 其实要靠我们自己 农业鼠方面也表示目前芒果外销部分 日韩总计已达750公顿 农业鼠也会积极开拓多元通路 帮助果农 台南产品现在产量逐渐上来之后 那外销量会逐渐往上拉 那我们不仅是销到日本 销到韩国 但我们还有其他到新加坡 中国大陆也是可以外销的 那我们会开拓多元的这些通路 郭国文强调 今年台南芒果虽然体积较小 但是果肉细致口感香甜 品质不输大果 而且价格平时 欢迎大家多多采购 用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农产品 支持中小国 支持中小国 落实企业责任 落实企业责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